现在在美国Omicron已经全面大爆发 而今天最震撼的消息 是已经完整注射完三剂疫苗的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确诊 68岁的他打完了两剂疫苗 同时也打过了第三针加强针 依旧被突破性感染 他目前症状不严重 在家隔离 用远距的方式执行勤务 而这一位打满三针依旧确诊的美国国防部长 完完全全反映出 美国现在对于Omicron陷入一种防疫的胶着状态 美国平均每一天增加40万人感染 我们看到了这个曲线的上升的幅度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最高的曲线 那么最高的那个点就是在去年的12月30号 当天美国单日新增了58万人 而这些数字平均起来一天新增40万人 最糟的是医疗量能不足 现在整个住院人数持续攀升 那么增幅是比确诊的增幅要来的小 这是美国的防疫目前唯一 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对抗的原因 美国防疫专家提出的警告是 目前的病例激增速度非常快 恐怕在短期之内 医疗体系会越来越吃紧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校园里面 已经放完了盛大跟元旦假期 预备返校上课 而部分的学校呢 前两周已经全面改为线上上课 看起来美国人的生活又会重新被打乱 目前新上任的纽约市市长考虑 所有的市府员中一定要都打完第三季的加强针 来到2022新的一年送走了2021 但没有送走新冠疫情 病例每天六位数成长的美国 如今七天平均单日新增确诊近40万人 比一周前上升113% 全美44周呈现暗红色 代表过去一周新增感染 并前一周增加超过50% 所幸新冠住院人数8万8增幅25% 远低于确诊增加速度 不过美国防疫专家表示 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星期天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宣布确诊 成了继10月国土安全部长染疫后 拜登内阁中确诊最大咖 六十八岁的奥斯丁已完整接种疫苗 且十月初打了加强针 目前症状轻微 将在家中隔离五天 仍全权执掌国防部 远距参加重要会议 必要时由副部长希克斯代理 奥斯丁在声明中表示 他最后一次与总统拜登会面 是十二月二十一号 他当天筛检阴性 且一个多星期后才出现症状 他上周四起就没到五角大夏 现役美军在疫苗令下 约98%已接种疫苗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数据 截至十二月二十五号 Omicron占美国流行的新冠变种病毒 百分之五十八点六 上周四纽约州一天 就增加七万六千五百例 打破单日记录 这波疫情最先影响的除了医院 加上美国中西部冬季风暴 六日都取消超过两千个航班 星期六两千七百个航班停飞 是耶诞假期以来最多 过去十天累计取消上万个班次 让旅客很是无奈 过去两周 美国最繁忙的 芝加哥欧海尔机场 尤其受重创 星期天四分之一的搬机 都被取消 有的旅客元旦假期 只能耗在机场 芝加哥地区下了几英寸的雪 更让班机延迟十五分钟 到二十四小时不等 三十分钟 但是我能够办理 我只能够在这一晚 我还好 我还不熟悉 昨年我旅行 没有人在这里 这种感觉 所以我喜欢看到人 周一全美数千万学生 春季班开学 但很多人可能再次 无法返校上课 因为孩童新冠住院人数攀升 部分学区重启线上课 亚特兰大公立学校要求 所有教职员返校前 必须去筛检 但有专家直言 要阻止Omicron入侵校园 绝对不可能 但我们在家的试试 这些氧氧试试 就不足够 能够保持Omicron 我们的学校 甚至是他们变成了85%的状态 这就是父母 最好试试 试试 试试 甚至有志 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高特礼布则指出 过去两周实验证据显示 Omicron较温和偏向上呼吸道 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好消息 但对苦于上呼吸道感染的幼儿来说 会是个问题 在纽约市新冠住院儿童身上 就看到更多急性咽喉气管炎和细致气管炎 不过风险最大的 还是那些还没打疫苗的人 Omicron疫情难止 美国总统首席顾问佛西表示 美国疾管中心正考虑再修正隔离政策 无症状确诊者隔离五天后 可能要再加上筛减阴性才可以解隔离 TV新闻纵客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